别人的心里是没有办法养 只有把自己养好之后 成为别人的榜样 透过镜头 新加坡知名连锁超市总裁林福星 唯唯述述说自己的创业心路历程 人就是要修一个镜 所以你看然后镜下来 你就可以很多思考 冲动的时候什么都想不出来 改变过往读书会的形式 新加坡慈济时林会 邀请专家学者和实业家 以当下的社会局势为主题 在云端上分享 打破空间限制 两周七场的分享会 超过4700人次线上观看 最初的原因就是 我们很多的实业家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生意也不能够做了 那么政府的政令 又一直的在变化 所以大家也不知所措 就想到说 在这个时期的话 如果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讲座 能够来加强 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们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领导 必须要知道你员工 在这个整个灾难处理的周期里 他们是属于在哪里 分享会从新加坡对疫情的政策 经济的影响和企业经营 谈到个人创业经历 相互交流学习之余 也给彼此加油打气 然后至于我的行业呢 就是因为 service line 那我师傅是可以说是零收入 我相信他的分享 对很多人一定有很大的启发 那我觉得至少我做一个领袖 我要把我自己照顾好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不管你在什么船上 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灾难之中 我们都必须要大家一起努力地去对抗 疫情虽然打乱生活作息和节奏 但想用科技来分享 学习以正思维去面对 共同渡过难关 大爱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 蔡赞泽 新加坡慈激基金会报导